现年52岁的台湾资深导演纽承泽是满足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纽互录士的后代 他曾制导过有软今天、赵又婷等主演大卖电影《萌甲》 但近日却爆出丑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纽承泽对新作《跑马》电影工作人员小美受害者化名 下手 他以聊天为名 约女方到住家在对他下手 受害者身上多处受伤 其中下体更被剪出多处撕裂伤 事发后 让小美身心受创 与朋友的陪伴之下到警局报案 录口供 小美的朋友向媒体透露称 自从小美加入剧组后 纽承泽就不时对他献殷勤 在11月底 剧组原本要开会 但纽承泽以身心状态不佳而取消 但他却又约小美和长官到家里聊天 事发当天5点抵达纽承泽家里后 当时屋内还有其他的人 后来个人陆续离开 小美长官因素最想早点回家休息 当时纽承泽就说自己很尊重女性 于是小美的长官就先行离开 一开始 纽承泽和小美都是正常聊天 但纽承泽突然受性大发 开始抚摸小美 随即把他扑倒 强吻 扯衣服 席胸等 对他进行各种粗暴行为 报道中提到 当下纽承泽因无法顺利进行X行为 最后只靠指X了事 干按后 纽承泽试图要向小美道歉 但小美赶紧辞职闪人